梦想着日本 新来开始工作 你将日本想象为一个 朱镜入梦的逃避之地 充满了入花的风景 和丰富的传统与现代文化 然而 在这朱镜的表面之下 是一种建立在无情努力 和记录上的现实 艺术家支援者亚历克斯的故事 凸显了这种鲜明对比 搬到日本时 脑海中充满了 创造力和自由的画面 他很快就明白了 要掌握他的记忆 不仅仅需要天赋 他要求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 进行无休止的规律联系和社交 这里的教训是 在日本区的成功 不是运气的巧合 而是坚定不易的风险 和辛勤工作的结果 通过设定每日记录 寻找到事 以及抓住每一个学习 和成长的机会 来采取行动 即使这会让你走出书挂去 关于在日本去的成功的真相 这里没有媚化 很多人带着耳边回响的成功故事 来到日本 期待着一条平坦的道路铺 站在他们面前 然而实际上是一段 充满挑战的旅程 标志着逗桥的学习曲线 和文化细微差别 沙拉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作为一名来自海外的工程师 他发现自己需要 在复杂的商业等级制度 和社会期望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些不仅仅需要技术技能 还需要文化流利度 在日本去的成功 需要挂影性 和对其文化细节的深刻尊重 投资于理解日本的商业文化 从预言到利益 准备好根据情况调整 你的策略和心态 日本工作的严苦现实 你准备好了吗 日本工作的魅力 常常掩盖了 等待的激烈工作文化 这种现实检查 在大卫的故事中编的鲜货 他冲劲造平衡的生活 却发现自己身处 一个充满严格日程 和银行期望的世界 大卫的经历 给我们的教训 是先而易见的 为日本的工作文化 做好准备 需要在精神和身体上 准备好应接起要求严格的接走 为了在这种环境中到航 培养挂影这种严格环境的人性 和时间管理技能 确保你能在不牺牲 自己的幸福感的情况下 满足需求 日本不仅仅是动画 还有光线背后的心情工作 日本动画的粉丝们长 带着一种理想化的视角 来到这里 只是为了发现幕后的心情工作 动画是艾米莉亲身 学到了这一点 他梦美以求的工作 很快解释了长时间 工作和激烈竞争的现实 这与媒体中的光线形象 大向警听 在日本的动画 或任何其他行业中 真正的成功关键在 与赤字意哼和对 卓越的不懈追求 开始你的旅程 通过了解行业的要求 寻求反馈 并不断提升你的技能 来磨练你的才艺 除非你付出努力 否则你的日本梦想不会实现 关于日本的梦想往往是空中漏格 没有考虑到实现他们所需的心情工作 马克从一个热情爱好者转变为 东京成功的企业家的故事 证明了这个道理 他最初的失败教会了他 只有通过持续的努力 并且接受当地的工作道德 而他才能实现他的目标 教训是什么 梦想自是七点 勤奋的工作是通向现实的俏量 通过制定可行步骤 接受当地商业管理 以及持续学习和改进来 开始实现你的梦想 在日本轻松成功的迷思已被解传 在日本轻松成功的神话 很快就被严格的坐月标准和竞争粉碎 李莎从一个充满希望的教师成长 为在日本受到尊重的教育者 证明了这一神话的这个错误 面对最初的错误 他了解到在他的领域中获得尊重和成功 需要深刻理解日本的教育期望和习俗 这一经理成功愿与努力、文化能力和持续的自我提升 在你的生活中通过寻找文化和职业发展机会 并将每个挑战视为学习经验 来揭穿这个迷思 实际上能给日本雇主留下深刻印象的学习习惯 在日本,你给雇主的印象不仅仅是你的建立 他关乎你的风险精神、学习态度和酷应能力 约翰随在一家日本公司 获得了一个令人吹陷的职位 发现他严谨的学习习惯和主动了解 商业文化的方法是他与众不同 课程 用你对卓越的承诺和文化流利 都给雇主留下深刻印象 通过将结构化学习、事件应用和文化 融入到你的日常中,来改善你的学习习惯 日本的文化势力 不要成为那种外国人 在新的文化景观中,道行充满了欠在的食物 以为最近一举到日本的人 再一次上午会议上午一中的势力行为教会了 他文化敏感性的重要性 这个教训是 理解和尊重日本文化 对于职业和社交成功直观重要 通过花时间学习日本利益 参加文化工作坊 以及始终观察并挂应周围人的暗示 避免成为那种外国人 这是通过你学习和快应的意愿来表达尊重 确保你的行为和你的意图一样响亮 在日本,语言障碍是您的第一个真正的考验 在日本,语言障碍不仅仅是一个障碍 这是对你融入社会和职场的承诺的考验 唐姆通过艰难的方式了解到 他的基础日语对于建立有意义的练习和职业发展是不够的 这个教训掌握者们语言是深入了接文化和职业机会的一扇门 为了克服这个考验 投资于定期的曾经是语言学习体验 语目语认识交流 并将你的机能应用于现实世界清境中 以建立流理度和信心 日本的工作伦理不仅仅是长时间工作 日本的工作伦理是风险精确和机体责任感的融合 蜜亚曾经因为长时间工作的期望感到不知所措 后来她发现真正重要的是她对工作的态度和方法 拥抱日本工作伦理意味着带着目标感做出贡献 在每项人物中追求卓越 通过寻求理解你的工作阶纸 表现出主动心 以及成为一个可靠的团队成员 为机体成功做出贡献 来采纳这一伦理 完美的日本生活幻想 Instagram与现实的对比 社交媒体上精选的日本生活图片 往往掩盖了日常挣扎和实现个人机制 自演目标背后的心情工作 当艾米丽受到社交媒体上美丽照片的启发搬到日本时 她面临在外国文化中导航生活复杂性的现实 这一颗生活在日本的真正美丽 在于接受其挑战与奖赏 要洞察幻想之外 请设定现实的期望 寻找成功与挣扎的故事 并准备在鲁图的七七落落中发现美 签证挑战 为什么去日本不仅仅是买一张机票那么简单 获得签证是实现你的日本梦的众多挑战中的第一个 正如迈克尔所发现的 他通过复杂的工作签证 获取过程的旅程 解释了坚持不写和注重细节的重要性 上课 要向顺利通过日本的签证要求 需要周密的准备和耐心 要克服这些挑战 首先要做的是烟饭底研究 仔细准备你的文件 不要犹豫 寻求专业建议来成功抵到夯复杂的过程 挂印日本不仅仅是学习语言 在日本生活的挂印 包括了解微妙的社交暗示 习俗和日常互动中的不成文规则 莎拉的经历告诉他 尽管他的日语很流利 但他仍感觉像格局外人 这教会了他挂印是一个多方面的过程 真正的挂印包括沉浸在文化中 而不仅仅是语言 要真正挂印 与当地社区交流 参与文化活动 并对每一次经历 保持开放的学习态度 从梦想家导师干假 在日本实现梦想的四季步骤 从梦想生活在日本到真正实现它 是一个需要行动 人性和学习的路程 亚历克斯从一个梦想家 变成了一位在日本成功的企业 这暂时的抄招目标 采取具体步骤的力量 教训把梦想变成 先使需要主动的态度 和面对挫折的决心 要从梦想家变成是赶家 指定一个详细计划 设定可搭乘的历程碑 并将挑战是为成长的机会 关于日本工作面试的难以接受的真相 日本的工作面试可能令人亡而却不 对利益沟通和文化理解 有很高的期望 李萨严谨的准备 和从每次面试中学习的态度 最终帮助她在自己的领域找到了工作 在日本的面试中取得成功的课程 来自于对流程的深刻尊重 以及对持续改进的承诺 要应对这一挑战彻底研究 联习你的面试技巧 包括语言能力和商务利益 通过每次经历来学习并改进你的方法 为什么在日本当一个 该进比你想象的要困难 在日本作为外国人或者说 该进 从文化融合到职业接受 都伴随着独特的挑战 通过汤姆的路程 我们了解到克服这些挑战需要的 不仅仅是表面层次的寡影 这个教训是 作为一个在日本的外国人要成功 需要有人性厚脸屁 以及每天不屑地证明自己的价值 要想在这些挑战中生存下来 就得接受作为一类突出的艰苦真相 要先是你的价值 就得加倍努力 永远不要让挫折削弱你的决心 这是通过行动应的尊重 而不是把接受看做事理所当然的 谦虚拍日本职业生涯中的分量大小 在日本 职业生长的轨迹并不总是如你所缘或所预期的 詹姆斯通过一系列让他耐心和雄心受到考验的经历 发现了这一点 他了解到 在日本 有时候你需要后退一步才能前进 在日本的职业环境中 耐心和谦虚是美的 通过放下自我 把每个角色当作学习的机会准备赐下谦逊的酷果 并且明白成长往往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出现 日本企业文化生存指南 驾驭日本的企业文化 就像是学习一种全新的职业生活方式 这是克利斯通过试错学会的 那些威严之规则 加班 集体责任感 这需要一个根本性的思维转变 在日本的企业世界里要生存 你必须能挂影 能预见威严之史 并能挂影变化 与集体相比 个人的意愿和需求应当居后 要向家喻这种文化 仔细观察 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 不仅仅是工作时间 还要在你的贡献的质量和深思收入上 始终现实出超越常规的准备 在翻译中迷失了 仅仅做梦用日语是不够的 梦想则将日语和生活的现实大相警停 艾玛在抵达后 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她的梦想与语言障碍 文化差异 以及在这里建立生活所需的巨大努力的现实 发生了冲突 课程 流利的将日语 不仅仅是说这门语言更是理解 第一场真正的战斗 就像一个严格的成人力 他从一开始就测试着你的决心 杰克关于《关了斗争和无秀之》的文书 工作的故事强调了一个重要的真理 确保你的进入不仅仅是一种形式 而是一项需要勇气和毅力的任务 这一刻 首战的胜利需要细致的准备和坚定的精神 你的策略 用知识物装自己精确手机每一份文件 把每一步当作实现梦想的关键任务 率应日本 不仅仅是学习语言 在日本的挂影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不仅仅是语言测试 这是关于杰玛这里生活的复杂社交线索和不成文的规则的 通过迈克在社交事态和文化误解中的路程 现实打击很重 整合是一头多面手 需要的不仅仅是书本之事 课程真正的挂影就像众生 你的使命是生活 深入探索文化细微差别追求超越言语的理解 并建立连结 米河居外人和圈内人之间的鸿沟 23. 从梦想家到施感家 在日本区的成功的真实步骤 在日本 从梦想家变成施感家 就像士兵准备战斗一样 这需要策略 记录和面对位置的勇气 沙拉在东京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从一个理想主义的梦想家 变成一个巫师的成就者 解释了成功的蓝图 努力 战略规划 和文化敏感性的结合 教训 梦想是你的起点 记录型的行动是你通往生理的道路 你的战斗计划 改书你的目标 了解地形 然后带着决心前进 准备挂英和政府 日本的面试是一个只有精心准备 和具有文化敏感度的人 才能生存的经济场 这不仅是对你技能的考验 还是对你在日本职业惊喜 微妙之初到航能力的考验 汤姆反复遭拘的故事 终于破解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在这里去的成功不仅仅需要自信 还需要文化智慧和周密的准备 每一次面试都是实现 梦想的大战中的一场小战 你的武器库 深入的文化理解 无邪科技的准备 和从每次挫败中学习的任性 在日本成为外国人 比你想象的要困难 在日本外人的道路充满挑战 从容入道被接受 在一个重视同质性的社会里 这是一场不断向上盘登的战斗 寻求认可和尊重 艾米利努力开辟自己的位置 面对公开和微妙的障碍 这凸显了外国人的路程绝非一世 在这里作为一个外国人 需要有展示的心态 准备面对拒绝 随时准备证明自己的价值 你的策略 培养人性 拥抱持续学习的旅程 努力将每一个挑战 转化为成长的机会 在日本职场中 进步可能意味着 吞下你的自尊 从一想不到的地方开始 约翰回顾自己 为了获得必要的本土经验 接受了自己过度资格的职位 推一步一边向前走的经历 这提醒我们一个严峻的事实 有时候为了达到目标 你必须吃下谦虚的病 这个教训是 真正的进步往往需要牺牲和谦卑 你的行动计划 愿意从比你想象的更小的地方开始 学习规则每天证明你的价值 R27 生存日本企业文化 内幕铁士 通过掌握微妙和奶粒的艺术 在日本的企业文化中 茁壮成长 琳达从之路的方式 转变为掌握交流的 微妙艺术 和理解等级制度的精髓 微妙之初体现了 所需的生存策略 这个教训师 在这种环境中成功不在于脱颖而出 而在于融入冰髓博主流 你的生存之难 观察、学习和适应 尊重等级制度 拥抱集体思想 寻找力量与人形 而是把丢失在翻译中 仅仅做梦用日语说话是不够的 米合在梦中将日语与实际生活之间的鸿沟 需要正式翻译过程中所丢失的现实 马克克福沟通障碍和文化无解的路程 展示了在日本实现梦想的挑战 课程 理解和沟通超越了 预言能力 潜移 深入融入文化 寻求当地知道 始终以同立心和开放的心态进行互动 29 完美日本生活的幻觉 Instagram 与现实的对比 社交媒体上关于日本的光线图片 经常与日常生活的坚信现实形成鲜明对比 艾玛在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 人群中的孤独感 以及无休止的工作文化时的幻灭感 打破了她的幻想 日本的生活教训不是一个完美的策划动态 而是一个充满高地欺负的复杂画卷 你的现实检查 在心理和财务上做好准备应对挑战 寻找超越数字世界的真实联系 并在真实的日本中找到美 接受所有的不完美 三十 日本的工作道德 不仅仅是长时间的工作 理解日本的工作伦理意味着 深入了解一个降风险 精确和和谐是位置上的文化 当克里斯拥抱这些原则 不仅仅是仍受长时间的工作 而且欢迎深深的责任感和团队精神贡献力量时 他的职业生涯发生了转变 这个教训成功在日本要求 你才能一种关于质量 为团队做出贡献的工作道德 以及对卓越的不懈追求 你的方法将你的价值关于这种工作道德相结合 展现主动性 始终寻找有意义的为团队和组织 做出贡献的方法 三十一 在日本有效的社交并不遵循西方的游戏规则 这是一个建立信任表现出真正的兴趣 以及尊重关系建设慢慢发展过程的微妙舞蹈 当爱丽丝从基金的社交方式调整为绅士收入的关系建设时 她的专业网络得到了蓬勃发展 在日本社交需要耐心真诚和长远的社交 你的策略是专注于建立真诚的联系 提供帮助而不立即期待回报 耐心地培养你的关系 三十二 在日本的文化事务 不要成为那种外国人 在日本 违禁培训的人可能会觉得复杂的社会利益 就像是一个地雷区 大夫早期的事务教会了他 理解和尊重文化规范是不可或缺的 教训时 文化衣食和敏感兴时 方知称为那种外国人的最佳防御 您的防御策略 了解日本利益 保持观察 如有疑问 诸可谨慎行事 当犯错事 真诚地道歉 并将其实为学习机会 三十三 语言障碍 你在日本的第一个真正考验 在日本 语言障碍 不仅考验你的语言能力 它还衡量你融入日本社会的决心 当老拉开始讲语言学习 是为理解文化的桥梁 而不仅仅是一个交流工具时 它取得了突破 这个教训时 语言是一个工具 可否许语言障碍 需要致力于深入的沉浸式学习 你的行动计划 参与语言交流 沉浸在当地文化中并不断练习 技术 每次对话都是学习的机会 轻松成功在日本的神话被揭穿了 在日本轻松找到成功的叙述 在现实的重压下瓦解 麦可意识到 努力工作 挂硬性和文化 流离是成功的真正关键 凸显了这一神话的荒谬 而日本 成功是以后自己能来专利的 那些白松个 你揭穿神话的道路 拥抱挑战 全身心投入了解文化 并且用不停止追求卓越 三十五 真正让日本固执 印象深刻的学习习惯 日本的固执不仅仅看重资格 还看你如何为你的角色做准备 剪得持续学习的细致方法 以及他对精统自己机能的风险 给他的固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让他与众不同 给日本的固执留下深刻印象 需要对终身学习和卓越的承诺 你的学习计划 采取有纪律的学习方法 积极寻求反馈 并且总是寻找将只适宜适用 创新的方式应用的机会 三十六 为什么你对日本的梦想不会实现 除非你付出行动 在日本的梦想需要建立在 勤奋、人形和积极应对挑战的基础之上 他没请不动和人家就行动在个旅餐 控制到海区行动的备用 梦想日本只是开始 努力和坚持是让他们成真的关键 你的行动护士 设定明确的目标 制定上锡计划来实现他们 找找你的愿景不懈努力 随时准备挂影和克服任何障碍 我们的路级平